怎么样 小老弟 这位置不错吧 老大 咱们这是要干嘛 古人云 做得狗中狗 防围人上人 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好吧 别说话 来人了 哈喽 直播间的宝宝们 这里就是新更新的龙诗城了 主播 老大 老大 这是个主播 别说话 大惊小怪的 一会儿看我的 老板们 听说龙诗城里全是中国风的建筑 非常适合带着自己的队友来打卡 看看守卫武的大门 再看看喜庆的小狮子 这小狮子做得也太逼真了吧 居然还会眨眼睛 看够了吗 小嘎嘎 哎呀 滚啊 刚刚是这个狮子在说话吗 可能 一定是我听错了 玩个白吧 你是不是小狮子 我丢 这妹子是个狠人啊 不行 我得给老大报仇 有啦 尊敬的用户你好 我是小光光特派员 由于您刚刚打起了我们的新年神兽 我们决定对您采取封号十年助理 本场游戏结束后执行 不 不要 我知道错了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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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在你诚心认错的态度上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你现在对着被你打倒的小星期 居三个光 还有你们 好吧 老大 这也算给你报仇了吧 还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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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身上的装备都丢下来 还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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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可以走了 记住 以后再看到神兽 先鞠躬 记住了 记住了 跑着进去 哎呀妈呀 老大这叫最好哟 这还送啥装备呀 小光光 托卖员 装备肥吗 肥呀 太肥了 我私立的 你今天在骗子 别闪了 别闪了 开心笑 最重要 我是天成 点个关注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